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照片中的女孩 Girl in the picture Frank and Floyd had been a fugitive for almost two decades 雖然Netflix的原創電影常常讓人失望 但是Netflix上的紀錄片 則是常常讓人有意外的驚喜 這部照片中的女孩就是一部 精彩、好看、離奇的案件紀錄片 就有點像是我之前也介紹過的 Tinder大片圖一樣 這類型的案件紀錄片呢 其實也蠻像S調查的那種說書頻道一樣 用一個引人入勝的方式 帶著我們一步步的走進這起案件 不同的是當然 紀錄片通常是有去採訪到相關的人士的 也讓這個紀錄片當中 除了有真實故事曲折離奇的發展之外 還有他們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的樣貌與感受 故事的開始是1990年 美國警方在路邊找到一名受傷的女子 她一次被汽車追撞之後逃逸 可惜的是最終在醫院不治 沒想到在聯絡死者的家屬時 卻發現這名死者根本不是她身份文件上的Tanya 而她的丈夫更是看起來設有重險 然後就隨著警方的線索 往回追查這名女子的真實身份 為什麼這個年僅20歲 有著大好虔誠的年輕女孩 要做著出賣零肉的工作 並怎麼會跟這個年紀大她很多 還會毆打她的丈夫結婚呢? 然後有一天這個Tanya的照片上了電視之後 有個人認了出來 她說那是她高中最好的朋友 另外一邊在2002年 一名美國記者馬特伯貝克 根據一張婦女合照當中小女孩詭異的表情 她看出了不祥的徵兆 立即展開了調查 並把它寫成一本唱小書 美麗的孩子 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線索 關於這個照片當中的秘密 這個紀錄片把時間線往前往後 就這樣子橫跨了大概30年 在警方、記者、FBI 和社會大眾的協助之下 才一塊一塊拼圖 拼湊出這整起事件的全貌 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驚人 並且讓人傷心的故事 充斥著虐待、綁架 性侵、改名換性 看的過程當中真的是越接近真相 就會越讓人無力 當你以為夠離譜的時候 下一段的故事就會再打破你的想像 真的是會讓你一直想著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跟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所有人都會主角的遭遇而感到哀痛 慶幸的是在這些受訪者的口中 我們得知主角依然是一個 善良、關心他人、美麗的女子 唱片中的女孩 由公然誘拐案的後獎導演斯凱伯格曼指導 在Netflix上面獨家上線 推薦你們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和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人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尾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